此地乃下人之所 少奶奶还是请 屋在此地久留 先生 别叫我少奶奶 老爷 可是有什么好消息 钦差回京副奏啊 经查 荆阳吴家 东院和沈家用料 真实不虚 臣志一丝不苟 并无君须要材 弄虚作假之事实 也就是说 我们东院平安无事了 是 是 少爷性命无忧 君心安 尘安落定 我们东院啊 那可真是吉星高照啊 对 吉星高照啊 收好 收好 娘 我这才刚醒过来 事情又毒又乱 我就让周莹带走屋里 我先过来给您请安 没事 没事 只要她把你照顾好啊 我这屋子她不用每天来 好 娘 请坐 孩儿 给娘请安 起来起来 行了 行了 你这身子弱 你这身子弱 这就免了 这就免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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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夫人 人带来了 夫人 你那屋里啊 我怕人手不够 给你找了两个丫头 你看行不行 娘 不用啊 夫人 裁缝来了 夫人 恭喜夫人 这喜事啊 办得仓促 终于连身好衣服都没有 我赶紧让人 先给她做两身 行 娘 您做主就行了 夫人 燕窝来了 你的身体啊 得好好补一补啦 我盯了上好的燕窝 你来尝尝 夫人 点心来了 少奶奶 您要出去啊 少奶奶 不出去 好 人在一夜行 来之有道 一拨大泽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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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先停手 奉费两下 日子的朝鲜 贪是非议 虽得知 以守之不坚 非惨败 而必招横货 其商骨者 其人义礼至性 皆当孝之焉 此集成自然生财有道义 狗不孝焉 瘦奶奶 而又众之其性 必改其心 则不可问矣 虽能生财 问如从道而来 坐坐坐 坐 坐呀坐呀 先生 对不住 我今天来晚了 此地乃下人之所 少奶奶还是请屋在此地久留 先生 别叫我少奶奶 我一听就浑身不自在 我还是周盈 还是这儿的学徒 这 这 这不成体统 不妥不妥 先生 你讲你的 其他不用管 可是 继续讲啊 坐坐坐 坐呀 坐 坐呀 先生 你讲你的 是 是 是 少奶奶 刚才 大家读的是 明代李静德写的 客商一览醒眠中的一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一个人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 才能有所收获 先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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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小五 盛太太 来 来 我去 公司君 你这还怎么了 难道我身上有毒啊 少奶奶 我再说一遍 不要叫我少奶奶 可是你现在的的确确 是我们吴家东院的少奶奶了 难道我就不是周莹了 不再是以前的周莹了 大人 吴品现在已经苏醒了 你为何还将沈仙怡拘押不放 吴品虽然已经苏醒 但这并不意味着 行凶的凶手就可以脱罪 大人 你 你打算将沈仙怡拘押到什么时候呢 沈老板 如果你想儿子早日回家 最好劝他 早日伏法认罪 吴品现在性命无忧 他的罪行也可以减轻许多 大人非说是沈仙怡打了吴品 请问 人阵物证何在 沈仙怡是不是真凶 你我都清楚 小民不服 退堂 那沈仙怡今天招了没有 他还是一口咬定 什么都不知道 又在关他几日 对了 那杨志焕的底细你查到了没有 查到了 杨志焕升任吴家东院管家后 就在吴家东院附近购置了田宅 但其早期当伙计时 就一直住在水井房 那旧屋后来没人住了 但一直也没够变卖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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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奴才 谢恩 贝勒爷 让我给你带句话 若再有敷衍失责 一物大事 就将你直接账毙 请问先生 专告贝勒爷 这次命令一定用心办事 绝不让贝勒爷失望 贝勒爷 对你期望甚高 可可千万不要辞账了 可千万不要辞账了 告辞 不让我给你带我给你带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记 一定要亲手交到张先生手上 是